經濟日報今天是推介聯想集團992 簡選原因是 大致受到多項不明朗因素影響 其中全球能源價格上漲進一步推高通脹 疊加全球供應鏈售 滯脹風險升溫 港股策略繼續適宜審診 股份可以留意聯想集團992 預料可以受惠回歸A股上市 上交所上星期四公佈了 受理聯想集團在上海科創板上市的申請 野村指,根據招股書 集團將會發行不超過13億3800萬份 中國的愚託證券、中國的傳托憑證 並且計劃集資100億元人民幣 每份CDR相當於大約7.5元人民幣 即大約9港元 因發行CDR一時 有望成為聯想集團近期的催化劑 聯想昨天的股價顯著做好 全日升近一成報9.19元 策略上,如果9元不失可以追入 否則會留8.5元以下買入 目標價10元,跌穿7.9元就要減遲 那就vie了 問題 選擇 分析 言 真的 Terim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